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最常用的电子钱包 那么其实在中国呢它已经是非常的广用电子钱包 那么这个无线金的趋势其实已经也慢慢带到来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也有开始有很多的e-wallet 比如Maybank的GrabPay Touch&Go之类的 那么我使用电子钱包其实已经有半年左右了 这样我觉得最直接的好处就是给你很多优惠 还有有时候可以帮你省很多钱 好话说回来我最常用的电子钱包其实就是GrabPay 会跟很多的电子钱包与众不同 因为它给你优惠的方式给你折扣的方式很不一样 它是当你付钱后你可以得到积分 那个积分的用处有很多 你可以直接用积分在下次payment的时候折扣 或者你可以用积分换礼物 或者你可以用积分换woucher 还有你同时你也可以用那个woucher来捐款 其实GrabPay刚开始的时候是不太好用的 因为很少商店会用GrabPay 反而那个touch&go会比较多商店可以用它来付款 而GrabPay只有少数的地方可以用它 幸好的就是无限金的趋势 慢慢的让GrabPay开始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它 所以我最常用的地方就是Tesco Mr.DIY 还有Jalola Hermo 这些地方 那么大概的分享完GrabPay的好处之后 接下来我要做一个东西是比较不一样的 我会那么喜欢用GrabPay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 GrabPay可以让你边消费边做慈善边捐款 那么消费就是指那个钱你本来都是要用的 比如说我下去买面包三块半 那么那个钱本来就是你要用的 可是那三块半可以带来一个积分 那个积分你也可以做一个东西 我要实验一下这半年来 我所存到的那个积分到底可以间接的帮助多少人 因为那个积分都是我花币需品花费用存回来 其实我是没有用到我多余的一分钱去做慈善 因为这些钱都是我平时购买币需品的时候存下来的 我来讲就是边消费边捐钱 我来讲就是边消费边捐钱 那么我希望Grab真的会把我这个钱这个心意送给需要帮助的人 你觉得这个概念也是蛮好的 就是边消费边帮助人家 那么我希望你们也是可以去试看广泛的利用GrabPay 最终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